現在連放在農田裡面的農機具啊 莫達也有人要淘汰啊 彰化有農民呢 現在就發現說怎麼放在抽水 這個田裡面的抽水馬達老是不見了 那麼就突發奇想說 拿水泥把這個莫達封起來可以吧 雖然說這樣子對維修上面 真的是不大方便了 但是呢 失竊率可真的是大大降低了 他被走到放置農機具的地方 發動馬達抽水灌溉 不過看清楚了 這個馬達竟然讓水泥給封住了 馬達一台藥價一兩萬 大約是一起到作的收入 不只他的被偷 附近農田裡的機具也全部遭殃 他老人家決定搬出水泥奇招 要和小偷來一個大豆法 看看這一大片農田 都用水泥封住馬達保住機具 儘管使用貨維修上真的不方便 但小偷就此不再來 農民阿伯們也暫時不用再提心吊膽 農民阿伯夏田耕做已經夠辛苦了 沒想到現在還得設法保住農用機具 大火機關算盡就是要防止可惡的小偷再來搗亂 中日新聞陳孟輝彰化台訪報導 雖然是寶販安 雖然是因為 自殺 有無法理解